自身演员李肇基上月2日因肝癌病逝,冬年69岁 这天在钻石山殡仪馆摄灵 现场有不少演艺界人士送上花牌之意 包括刘伟强,香港演艺人协会刘青云,郭矮明,乐艺灵等 多年来显有露面的姬嫂邱巧珍 也在华哥陈慎之的陪同下接受传媒访问 而姬哥的生姜好友许锦江跟罗家英 也有一起到灵堂送别姬哥 还有人好好的,好有意气的 那你有没有探过他在医院的时候? 没有探过他 一直都没有探过他,好多年 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都已经三、四年迁了 那徐大俠呢? 我十几年了,因为我回了附近 徐大俠很有心啊,他这么人仙子 是呀,下午到的 明天走了? 挺开心的,和几个一起的时间 只是说,这十几年不见了 他始终停留在我脑海里面的印象 我很怕面对你 至于与姬哥相识40多年的华哥 也在现场细心打点丧礼 更透露身为演艺人协会会长的古天乐 对姬哥的身后事也非常关心 他一直都有来问跟进这件事 他很有心,很有心 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 我告诉他,什么都有了 因为我们一般的朋友,我们全部搞定了 希望姬哥一路好走,香港报道